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都在吸取前朝的失败教训 最终还是避免不了王国呢 在商朝末年 商周王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 把举国兵力都用在了开疆拓土上 结果导致了国内兵力空虚 最终被周五王趁虚而入取而代之 周朝回顾了商朝的悲惨结局 决定吸取商朝的失败教训 毕兴只专注巩固内部防御 至于开疆拓土的事就交给诸侯们去做 然而在数百年后 诸侯们却逐渐壮大 导致了周朝能掌控的范围也越来越少 最终被秦国锁灭 后来秦朝也吸取了前两代的经验教训 决定废除分封制启用郡县制 把军政大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然而底下的这些官员们却根本就不买账 只顾着领取自己的俸禄 却缺乏了与国家共存亡的忠诚与担当 随着刘邦向与军队杀入时 这些官员也纷纷选择了开城投降 心想反正换个主子也能继续做官 当秦朝灭亡后 刘邦也吸取了前朝的经验 认为分封制还是要实行的 但分封的诸侯不能是外人必须得是刘姓自己人 以确保将来哪位诸侯及时造反了 继承权还是在刘氏家族手中 于是刘邦决定切底解决韩姓和英不等异姓诸侯 尽管如此 在弃国之乱爆发后局势依旧混乱 直到汉武帝时期 才切底抛弃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 然而内忧外患依旧存在 最终往往篡汉导致西汉灭亡 到了东汉时期 皇帝已经开始不相信任何人 后来经过一番苦思冥想 才发现唯有身边的小太监最不可能造反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最终还是被太监独揽了大权 霍乱了朝纲 直到太监被灭后就到了三国鼎立 两进南北朝时期混乱不堪 直到唐朝 皇帝又推行了节度使制度 结果导致了节度使权力过大 甚至还发生了节度使废除皇帝的事件 又到了宋朝 宋太祖也吸取了前朝教训 开始大力选拔人才推行科举制度 削弱贵族势力 以遏制地方武装势力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宋朝最终却被外族所灭 到了明朝 明朝也吸取了前朝的所有经验教训 决定将首都设在边防 还采取了一系列严密防御措施 既做到了天子守国门 又做到了抵御外族势力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后院起火了 被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一举偷家 最终导致了亡国 到了清朝又吸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 接受改革 但却被外国技术领先而被打得落花流水 所以历史一直在告诉住 落后就要挨打 只有自身强大才是硬当 要不断进步才能生存